教其他气体的性质 其他的 第一个是重点 惰性气体 活性很小 几乎不会作用 叫惰性气体 他古时候有个名字 古时候有个名字叫做稀有气体 因为当时以为他 很稀少 所以把它叫做 稀有气体 后来发现 他不见得很稀少 你记得我前面教过的故事 不定气体有谁吗 淡 羊 亚 亚是第三位 亚就是惰性气体 可是他在空气中含量第三个 可能显量不少 有显量不少 所以现在 不太有人在叫他 稀有气体 稀有气体 但他是惰性气体 他几乎不会跟人家作用 不会跟人家反眠 很孤立 不喜欢跟别人在一起 单独一刻 所以他都是单原子分子 这个学生也讨过 他就是一颗一颗的 以后会教到 氧气是两个两原子结合 两个两个在一起 他不是一个一个一个 单原子分子 单原子分子 OK 然后 你就努力背吧 这下全都是背 背汗的用 第1个 氦气 氦气的密度仅次于氢 但是他不反应 所以取代氢气填充气球或飞 蒋印上面 有一个那个新登堡飞船 爆掉 烧掉 从此之后就没有人在做飞船 可能越大吸 因为他当时平常是氢气 所以下来之后 风到电线来 你碰烧掉 所以 可以取代氢气 氢气可燃 太危险 所以现在取代氢气 田中气球或飞 哪一气会发红光 红光 所以可以做霓虹灯 但霓虹灯不见只有红光 会有不同颜色 红色绿色蓝色什么之类的 这都是不同的气体 会发出不同颜色的光 别的气体发生什么光 你就甭管 你就给我备 奶就可以 还有一个你刚备过的 纳我说火焰是什么颜色 黄色 所以你放纳的话是黄色 放纳的话是黄色 但是就 拼就算了 你只要备奶就好 雅气 含量第3位 两个用途 第一个放到灯泡里面 让它延长寿命 增加量度 第二焊接的时候防止金属氧化 你就给我把它备下 什么用途 害有什么用途 奶有什么用途 牙有什么用途 就肥胎就肥 臭氧 当然是 刺激性 有毒 它在你的四周围是个坏东西 臭氧如果在你的四周 它是个坏东西 它有毒 会伤害你的呼吸道 你吸多了对你身体有汗 可它在天上是好东西 因为它在天上可以帮我吸收 除外线的里面 会切断DNA 所以它可以杀菌消毒 意思就是可以杀你的意思 如果你照太多的地位是窍窍 你平常照顾后多就是脱平的原因 就照更多的地位在建 那这个杀菌消毒 它可以把它过滤掉 所以保护了地球生物 臭氧 有毒 弹者 然后呢 为了像一个臭氧洞 就是 臭氧神 平常的臭氧神在平流城 直到平流城 像磨山的人 它立刻在焦 然后呢 这叫臭氧神在平流城 它在这里帮我把紫外线过滤掉 因此保护了地球上的生物 但是现在因为伟大人类的关系 我们其实有那种活绿碳化物 然后使得上面的臭氧减少 我们就身之为臭氧洞 有了臭氧洞之后 紫外线就会常去植入 伤害地表的生物 所以你会不好 好 那到底那活绿碳化物质破坏臭氧 我总是讲 我总是讲结论 它会 它会破坏 背下来就可以 背下来就可以 考试就是考证 谁破坏 活绿碳化物破坏 所以前面讲过它是地球上唯一可以三胎都存在的物质 然后呢 它会有所谓的水循环 因此 不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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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我们可爱的地理生物都交过 啥是水循环 凌一杯 什么是水循环 水循环 我们的地理有交过 生物也有交过 水循环 水循环 请坐下 你记不记得昨天黄博祥讲答案的时候 我又跟他讲过 相处一年了 你还不了解林一红吗 他是个多么贱的人啊 他怎么会爆出这些答案给你听啊 我就已经讲过黄博祥了 你今天还要相信林一红 蒸发凝结降水啊 空气的水 几乎在对流程 所以 这句话 这句话 帝科爱考的重点 基本上不是理化考 帝科考 天气现象都发生在哪一程 大海 对流程 那到底什么是对流程 博山帝科在交 那你要背这个结果 这是帝科爱考 天气象发生在对流程 水因为比热大 后面才会浇 气化热高也是后面才会浇 然后会造成一个结果就是 他要吸很多的热 温度才会上升 凝结这个会放很多的热出来 因此他可以调节我们整个地球的温度跟能量 这个你们历里有练过 那是什么太阳气 什么太阳气候啊 之类的 啊 后面这句话也是 地科的重点 水气凝结所放的热是大气剧烈变化的能量来源 那基本上地科会考 先记下 OK 结束